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我感覺是混合的 因為我覺得大家根本沒有溝集 譬如說一剛開始 孫英漢提出來的問題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按照你愛好智慧的這種看法 你似乎不了解我們學生 中學人所面臨的最基本的問題是 individual variation 那 individual variation 包括孫老師剛剛所問的問題 那就是有很多老人實際上 他根本沒有辦法為自己做任何的判斷 或做任何的規劃等等之類的 那這裡面一定是涉及到的意思 孫老師問的是 the end of life 這個問題 孫老師根本沒有任何的意思說 我們要依賴科學甚至醫學來解決老化 所產生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那這樣子 我先提供一個基本的數據 替這個陳竹田做一個塑料 最近出版了一本書 在美國 你現在上Amazon網上去買不到 你甚至 你甚至也可以花15塊美金去買到它的電子版 叫做Longevity Project Longevity Project 事實上是蠻有意思的一個研究 他基本上他的研究的對象 跟中華民國同時 就是以現在來算的話 他應該是100歲 不過絕大部分人都已經死了 那這個是在1920年代 斯坦福大學的一位 心理皮革開創的一個研究 他基本上就是他想要研究天才 他利用的是自力測量篩選了1500人 所以數字是相當龐大的 一千五百人 那這個 搜集他們各種各樣的資料 那在這位斯坦福大學教授 應該是五四年過世的時候 他已經寫完了四本報告 然後在他過世以後 第五本報告寫出來 那有意思的是 這個研究就 由於這一個人過世了 所以就完全平整下來 那然後到一九 應該是一九九零年 那個 每個加州大學 我已經忘了是哪 應該是Riverside 另外一位 一些心理學家 PKG 然後他花了整整二十年時間 整理這1500人的資料 這1500人的資料 這1500人的資料 多到龐大到什麼程度 包括 他本人的字數 各式各樣的訪問 然後還包括他的小學老師 對他的評價 他小學的成績 中學的成績 大學的成績 那他分析的結果 非常有意思的 那剛剛好這篇 替陳瓶做一個助教 這個男人老以後是disaster 他有沒有發現 這個最有趣的事 最有趣的事 就是說 男人老了以後 假如他還在婚姻裡面的話 他生理中的變成 假如他不在婚姻裡面的話 那他就是disaster 那女人又不一樣 女人走出婚姻 跟在婚姻裡面 基本上是面子差別的 那甚至走出婚姻 呃 對他們健康 反而有任何 反而有一些幫助 反而是disaster 這非常有意思 當然當然 你還有那個再推下去 是不是你女生之所以這樣是男生的原因 會不會有這種藉口 再推下去以後女生就會有什麼 跟女生不要照顧人家的關係 對啊 或其他的結論 意思比較不大 其他的結論有點像是 這個傳統性的老生常感 那基本上是 他們最感興趣的一個問題 是什麼樣子的人 什麼樣子的人 能夠既長壽又不健康 結果 最有意思的一個結論是 你小的時候 大而化之又有幽默感的人 是既不長壽又不健康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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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的時候很不幽默的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自我感覺良好的人 不長壽也不健康 完了完了完了 什麼樣的人長壽與健康呢 長壽與健康的人是兩個特徵 第一個是 對人生非常的嚴肅 然後 perseverance 我現在生物學研究的幾個因素 可以讓你長壽 第一個就是要 餓 飢餓 沒有錯 不是少吃 是要飢餓 對 還有一個就是 你假如沒有sex 你會活得比較久 這個不能亂講 這個不能亂講 一個不能亂講 感覺器官給他拿掉 把感覺細胞拿掉 他也可以做 大家都要出家的時候 那我都不問你 他講 我會有用嗎 我會幹嘛 我跟妳講 我稍微 我這個因為 感覺上我今天來了好像 聽盜牌一番言論後 覺得不久人世了 要表達一下 深層的立場 這個 我今天聽了 聽小黃老師講到 這個 這個資本主義 這個老化論述 非常有碎裂化的這種片段 我稍微 我稍微 踩下意思 因為剛剛 竹敬老師一直強調 希望大家能夠有一個 有一個聚焦 有一個討論 我提出一個問題 我們想 就是說 我們不要講說 我們對老化 這個動詞來講 就aging這個概念 那麼 是個自然現象 這個老化是個自然現象 不管你講說 這是第一次 但是你都知道它是個自然現象 那我們現在的重點是 如何面對自然 如何面對自然 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人文的 一個是科學的 我必須坦白講 這個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一個觀念就是說 只有在我們這個 以科技掛帥為主捨 其實就是小宏老師講 資本主義社會的 才會出現這個 老是不好的 是負面的 是一種疾病 是不是一種病 是不是要驅逐他 要不要青春之權 青春之低 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呢 我們長期在哲學內部 有一個論述 這個論述就是說 哲學家在強調 順應自然 不要這個製造 但是科學家的長期 我不知道在說很多科學家 有選舉可以回答一下 就是說 科學家哪來只有一件事 就是載智自然 長期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 兩種對立式的論述 那麼這個載智自然 有名字 感谢观看